欢迎大家来到冰分娱乐秀 那可不一定哦 凡圈女孩的本命呀 都是极具人格魅力 让你打心牙里产生崇拜感 以她为榜样学习的 王一博就是这样的人 他给我的感觉和全智龙很像 一个从小学开始进入YG练习 一个从初中就敢富含培训 在我们屁都不懂的年纪呀 这两位狮子座已经决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一奋斗就是十年直到红破天际 这就是王者魅力呀 看着细皮嫩肉 但是骨子里呀 早就知道自己要什么了 本天蝎对强者啊 就是忍不住要爆吹 王一博现在红了 虽然只有22岁 但实际上呢 他已经为这一刻准备了8年 王一博的父母缘很薄 13岁的时候 在几万个小朋友里边脱颖而出 被送到韩国 每天接受14个小时的高强度训练 还不能给父母打电话 我们还在学校里边嬉笑打闹的时候 他已经逆道而行 开始工作了 但是那几年内娱的造星能力跟不上 再加上限寒令 组合发展的非常的不顺 王一博呀 空有一身的本领 却濒临失业 最后的稻草 是芒果台的天天向上 2016年 他参加了天天兄弟的选拔 但其实他嘴皮功夫很是不行 本来不适合当主持人的 但是汪涵最后选他的理由很有意思 王一博是唯一录完节目还会帮工作人员收拾道具的 就连现在已经位居顶流的身份 依旧会在节目里收拾快递盒 有时候还擦地 细节接人品 这话不佳 爆红之后也没变 依旧勤劳的像是芒果台的五行一斤员工 王一博确实嘴笨 离主持人的水平还差得远 但用他自己的话说呀 半午的钱我也拿了 在天天向上的这两年多 王一博身体力行展示了 我说话虽然不行 但我肢体真的厉害 不会戏剧身段怎么办呀 给他一个小时上台就能够惊艳众人 之前对龙华还不怎么熟悉 但是恶不几下 就能够在舞台上和龙华冠军合作 完全不怯场 杨子琼做客天天向上 王一博的长枪动作呀 再一次的受到了表扬 架子谷第一次接触 别人还没有懂的情况下 他已经上手了 第一次模拟驾驶飞行 就被专业人员一顿好评 果然女娲造人的时候 花了八小时给他精修了吧 对于自己的爱好啊 在这里必须尊称一句脖子歌了 刚接触摩托三个月的时候 就考到了摩托车的驾照 去年正式成为了亚马哈的签约车手 还在比赛当中一举斩获了 ARC ZIC双回合地组的第一名 能够把兴趣变成专业 也是非常的厉害了 在极限青春的节目期间 为了给滑手们争取比赛机会 疯狂的练习进步飞快 抛级的滑手们也肯定了他的天赋 虽然很多人觉得 王一博爱装逼 故作高冷 但是其实啊 他只是慢热 不喜欢表达自己而已 从不卖惨 去年拍戏的时候 连轴转啊 累到了去医院输液 手上全部都是针眼 结果后来记者问他这件事情 他居然说忘了 不记得自己生过病 他对挫折的顿感 不矫情 让我有好感 外表高冷 不代表心肠硬 我们这位年轻的帅哥 其实还挺感性的 天天向上当中呀 假笑男孩 Gavin在亮相结束之后啊 就一直坐在最标标上 没有人照顾他 结果王一博 就一直坐在他的旁边 陪着玩 前段时间 在星光大赏上台领奖时 赵丽颖因为眼不发言 行动不便 被落在了后面 小王就停下来 扶着引导上台 这么暖心的小朋友 谁能不喜欢呢 是金子总会发光 小王因为他的努力 终于火了 他的成功 也向我们诠释了 一个道理 爆红并非从天而降 而是后继勃发 曾有网友 这样描述王一博 这个男孩子 18岁的时候 为了争取一个 电影的配角 在机场洗头 没有经纪人 临装发打车去片场 他热爱跳舞 得了心机眼以后 一天打八瓶吊针 仍坚持跳舞 他把自己的经历 仿佛云淡风轻的 说出来 鼓励学员 但眼眶却红了 在2018到2019 跨年演唱会的舞台上 他努力的寻找 自己的灯牌 全场灯牌里边 只有几个自己的灯牌 却还是依旧 很努力的跳舞 他不喜欢找镜头 也不喜欢抢风头 耿直单纯的 让我们觉得 他不适合 在这么水深火热的娱乐圈 他说 粉丝只是陪我 一段时间的人 他太清醒了 清醒到 让我们忍不住心疼 当他被主持人问 有什么想对粉丝 说的话的时候 他尴尬 腼腆的像一个 不会说情话的小男孩 他尴尬的笑了笑说 嗯 好像没有什么想说的 转而 他又真诚的 看着镜头说 那就谢谢你们支持我 真的 这个男孩 宠粉了 但是不媚粉 在机场有粉丝 远远的跟着他 后边拍照的时候 工作人员推粉丝 让他们不要急 他超大声的说 不要碰他们 我对他经历的一切 不公平 都感到贼心疼 可是这就是成为 最耀眼的人 必须经历的事情 一边心疼他 一边又因为 他是我的爱豆 而感到骄傲 他说的没错 粉丝确实只能陪他一段时间 任何人都是自由的 没有一直一直爱他的义务 他比我们更懂这个道理 这个男孩子真的很优秀 他真的值得世间的温柔和爱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的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了点亮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